台中清水发生了五车连环追撞的车祸意外 一辆载运着废铁的连接车 一次是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不小心 先是冲撞中油油罐车与砂石车 导致砂石车跨越中央分隔岛 撞断路灯还波及到了一辆轿车跟小货车 其中小货车的驾驶一度受困 民众行驶内线车道准备左转 这是外侧车道一辆连接车出现 就在下一秒切换车道时发生意外 连接车整辆车失控打横侧翻 再从那个角度看 连接车翻车瞬间车头撞击前方 带转的中油油罐车及后方砂石车 猛烈撞击力道砂石车 在跨越安全岛撞断路灯 冲到对向车道波及路过轿车和小货车 绿色的连接车就直接从我后面撞过去 你要去加油站而已 要去装油 那差没几公司 照式连接车车车斗 在运的大量废铁散路一地 车货也导致双向六线车道全部受阻 五车连撞车货就发生在九号中午 台中清水临港路五段上 最严重的是他无辜遭受波及的小货车 车头撞烂还漏油 由于现场有油罐车 消防不敢大意严加戒备 一防火烧车 另一边也赶紧将受困的驾驶救出 紧急送医 因变换车道导致侧翻 刹子车 自小货车 驾驶及车坑送三送医 九车部分在检验中 车货一共造成四里人受伤 索性意识都清楚 没有生命危险 后续也正由警方釐清 肇事原因 接下来我们下期在台中 差不多